大家好,透过热点分享观点,欢迎来到德传媒,我是Gary 从昨天开始,整个世界再次陷入恐慌 因为新变种出现了,由于您都懂的原因 所以在这里给大家当段子来讲 非洲大陆在这次大流行病中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因为穷没钱买神药,所以他们的病例是越来越少 那疫情在非洲大陆几乎都要结束了 这件事情呢,对推广神药的人,那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没神药这疫情怎么可能好转呢? 政治太不正确了,人类是多么的脆弱呀 一定要有神药来保护 尽管所谓的主流媒体都蒙住眼睛 但是非洲的现实情况已经开始让全世界注意到 没有神药也可以神功护体 因为上天赋予了人类强大的免疫力 如果让不停打神药的人了解到这个事情 那卖神药的那些人不就破功了吗? 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上 神奇的变种在非洲大陆出现了 我个人可不是阴谋论者 也没有任何什么结论和建议 只是提出疑问让大家来思考 请支持神药的朋友也别太较真儿 我只是把现实的情况编成段子分享给大家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嘛 更有意思的是 关于新变种的名字 本来按顺序应该是NU new 这个发音很容易让大家误解成是新变种的意思 所以就按顺序推到下一个 结果下一个字母的发音是习 这下谭书记是一下就慌了 不行啊 如果命名为习变种的话 这要让一尊知道了 那可不得了 谭书记可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于是啊 赶紧把这个变种的名字又换成了Omicron 这个世界啊就荒唐到这个程度 严肃的事情不能在公开的平台说 但讲故事和笑话就可以 所谓的主流社交媒体平台 现在只剩下供大家娱乐的功能了 所以呢 你想了解真实的数据和严谨的新闻资讯 请加入我的PiTron会员平台 或者是加入我的YouTube会员频道也可以 当然了也可以加入免费的Telegram频道 链接在视频下面的说明栏和留言置顶都可以找到 已经订阅会员的朋友都知道 我提供给会员朋友的视频链接呢 是可以分享给更多人看的 有朋友非常关心Gary 说其他频道会员人数比Gary的少 但是收入呢却比这里高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建议 我开通会员平台呢 也是无奈的选择 为了能在传播真实资讯和收入之间呢 取得一个平衡 这样呢才能细水长流 那会员费用呢 也是收的很少 只有每个月五美金 目的呢 就是让更多的人可以订阅 然后呢把资讯分享给亲朋好友 让更多有缘人能够看到 那好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会员频道见